东风着陆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 着陆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 是此前四子王旗着陆场面积的10倍 搜索范围的扩大和恶劣多变的天气 对着陆场通信覆盖及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里是地面搜索分对车辆集结代名地 我生命的这些车辆呢 它不仅仅是进行沙漠搜索的交通工具 更是一个个移动通信站 针对此次任务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搜索回收分对 在车上加装的4G移动基站 海能达电台 定向仪以及高增翼天线 车与车之间 车与基站之间 通信距离由20公里增加至50公里 确保了地面通信的畅通 在返回器搜索任务中 空中分对往往是最先抵达处置现场的力量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搜索回收分对在原有直升机的基础上 配备了多架无人机 形成多层次空中搜寻力量 正常情况下出现直升机无法起飞的情况是极少见的 但我们依然准备了专门研制的无人机 并进行了充分的人机结合训练 在直升机无法起飞时 作为备份力量迅速前出搜索 快速发现目标 为应对东风着陆场 沙漠 岩碱地 山地 水域等复杂地形 搜救分队还准备了履带一体车 蟒式全地形车 水下机器人等特种装置 并成功完成了多次综合演练 此次东风着陆场是第一次迎接航天员的返回 我们此次主战装备和白风装备 经过多次的全系统的演练和多次的针对性的训练 都通过了考核 人员和装备都表现十分优秀 我们这次有能力 有信心 能够迎接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神舟12号在人飞船返回在即 担负搜索回收任务的搜救回收空中分队 将由5架直升机分工协作开展搜索救援 那么首次在东风着陆场迎接航天员回家 搜索回收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新的挑战 搜救队伍的准备情况又怎么样呢 担负此次返航舱空中搜救回收任务的 是陆军第81级团军某陆航旅 执行过10次神舟飞船的搜索回收任务 虽说机组经验丰富 但返回舱首次在东风着陆场着陆 复杂的气象和地形地貌 还是给机组的飞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 包括气象条件 在难度上比四字王旗 可能要上了一个台阶 主要是表现在风大 阵风能达到8到10米 这对我们飞机的着陆还是有点影响 戈壁滩最容易吹起的就是食指和灰 容易损伤发动机 容易让飞行员的视线受到障碍 所以这些我们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这次搜救任务中 空中分队有五架直升机 一架指挥机 一架通信机 一架医间医保机 还有两架医疗救护机 飞船推进舱和返回舱分离之后 直升机搭载搜救队员 一间医保医生等人员 从临时起降点升空待命 等到它出黑站以后 收到23信号 基本就能够锁定它的基本位置 等到通报第四次着陆点以后 位置就很精准了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归零飞行 这样的所有的飞机 都向着预定着陆点飞 飞船一着陆 我们立即就能着陆 到达着陆现场以后 我们要进行无水警的检测 要把返回舱的舱门打开 还要进行一些现场 一间一保的检测 这些工作 我们每架飞机 都具备独立执行的能力 在一个月的时间 空中分队和地面分队 进行了七次空地协同演练 9月14号 指挥部组织了返回前的 最后一次全系统核练 完善了搜救方案 确保舱落人到 核练的目的就是 针对任务当天的情况 进行常规程序的核练 以特殊情况来出职的演练 目前我们的技术成员 不管从思想上 技术上 身体上 心理上 都已经调整了最大状态 就等着迎接我们 航天英雄的凯旋了 未经许中